一开始我们在小程序的app.js里面 使用了这个app方法去注册了一个小程序 在注册的时候给它一个空白的对象 在这个对象里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些东西 比如说小程序的生命周期函数 这些函数就是在小程序的不同阶段 自动被调用的一些函数 在这个给app的对象里面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这些生命周期函数 先添加一个onlaunch 它会在小程序初始化以后被执行 这里我们可以使用一个console.log 在控制台上面输出一个初始化 下面再用一个onshow 这个函数会在小程序启动以后 或者是小程序从后台进入到前台的时候被执行 这里我们输出一个显示 还有一个onhide 它会在小程序从前台进入到后台的时候被执行 进入后台以后我们在控制台上面输出一个隐藏 还有一个on arrow 在小程序出现错误的时候会执行这个函数 给它一个错误信息来作为它的参数 然后在控制台上面我们可以输出这个错误信息 回到开发者工具 现在小程序已经被初始化并且进入了前台 所以会执行onlaunch 还有onshow 所以在控制台上面你会看到一个初始化 还有显示 我们可以再让这个小程序进入到后台 点一下这个开发者工具编栏上面的这个后台 这样会模拟小程序进入到后台的一个情景 进入后台以后会执行onhide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在控制台上面输出一个隐藏 这里会出现一个场景的列表 先随便选择一种场景 小程序又会重新的进入到前台运行 这样又会执行onshow 在控制台上面会输出一个显示 这个onlaunch还有onshow都支持一个options参数 这个options里面会带一些有用的信息 你可能需要在onlaunch还有onshow里面用到 在这个onlaunch方法里面我们先去添加一个options参数 然后在控制台上面我们再输出这个options 再给onshow这个方法添加一个options 同样我们在控制台上面输出这个options里面的东西 再回到开发者工具 在初始化这几个字的下面输出的就是onlaunch里面的这个options参数 它是一个对象里面的有一些属性 比如说这个path表示的就是这个小程序的路径 sing这个属性的值表示的是不同的场景 显示这两个字的下面的东西就是onshow这个函数里面的options参数的值 就你的path的值显示的是小程序的首页 sing的值是1001 我可以再打开活动这个标签 然后让小程序进入到后台 这里会出现一个场景的列表 它表示的就是进入小程序前台的一个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1001这个场景的值表示的就是发现栏的小程序的主入口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它下面的这个1005 再看一下onshow的options参数 现在这个path的值呢就是这个活动页面的路径 sing的值是1005 之前呢它的值是1001 我们可以在生命中期的函数里面去根据这些选项的值去做不同的事情